大家好我是BOSS 今天呢好玩了 多好玩呢 我們要跟英國連線 未來我們會的第二現場 第三現場 第四現場 第五現場 越來越多的現場會出現 那 當然 會有很多的現場 一一出現 準備上線 再來呢我們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Spark 今天東地Spark 我們的採購呢 用盡了一些力量去恐嚇人家 他聽到聲音了嗎 好 那麼我們現在 我也想聽聽聲音 那你可不可以把藍牙 好今天呢 為大家講解的Spark 那個 進哪來 先生你有小孩嗎 還沒有 有女朋友嗎 結婚了那很好 你老婆會越拍越漂亮 DJI GO 先下座 有看到 你有看到在哪裏嗎 在那 好 今天呢要直播的東西 非常的有趣 有趣到不要不要的 那麼我們就是要遠端連線了 遠端連線呢 連什麼東西呢 潘伯隆的感覺 有聲音嗎 好 我們現在跟這個 假設英國的朋友 我們跟他連一個線 我們註音代表 Amiti 你好 Amiti 請講話 大家好 大家好 波曹 哎喲 Amiti呢 是我們註音代表 那希望呢 未來呢 在英國的色錄影的新聞方面呢 我們會為請Amiti那邊呢 幫我們收集資料 那麼 線上呢 將來也有機會進行 Amiti你不用擔心喔 我純屬虎爛喔 這只是測試喔 我知道你不會幫我們忙的 那那個 Amiti 英國呢 那一連串的漫塵爆炸呢 對他們當地有造成什麼影響 就當地瀰漫恐慌的氣氛 因為 因為發生很多次 類似恐慌的事件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 就是誠惠誠恐 然後只要有一點點可疑的物品 都會馬上通知警方 然後該地區的人就會馬上被疏散 所以常常就會聽到哪裡哪裡又被疏散 哪裡哪裡又被警方封鎖這樣 所以弄到最後呢 意大人在爭笑 住英代表 住英國啦 意大人在亂 好 那相信呢 這個恐怖呢 是會度過的 那將來你在英國那邊呢 幫我們做連線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 攝錄影相關訊息 跟新科技新情報呢 也希望提供給我們 怎麼了 我剛剛以為我在用我自己的身份留言 結果變怪機師 變怪機師 對 紙畫面 擺右下 搞些 好嘞 擺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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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右下的感覺 好到右下 那 右下那我這邊要欠擊一下 把這個視覺的比例呢 弄出另外一種感覺 英国那边马上就穿帮了 从英国变成台湾 你脑也比较好 因为你是来乱 我们跟大家骗说 MET现在人在英国 你现在是 是让他穿越时空的感觉 好 这个 我们现在要示范SPARK 然后那个 Emity麻烦你同步口译 让外国人知道呢 SPARK的厉害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 Morgan你也要帮忙 你们两个同步口译 这样更乱 你们两个互相讲 好来 Ladies and gentlemen晚上好 翻译成台语 来助理讲师 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SPARK 萌萌的SPARK 这个多萌呢 应该是说 在这个空拍机史上呢 最牛逼的一次 那我这边呢 开始呢 要跟大家做介绍 好来请开箱 这个是全能版的 洪逸祥一开始以为真的是国际连线 其实没那么难啦 因为这个技术呢 就是 有需要我们就会帮大家给弄起来 吴佩蓉你好 洪逸祥你好 佩蓉是谁呢 我同学 你同学哦 是被不小心 还是怎么样 他 是你通知他的吗 他怎么会知道 没有 因为他也有追踪怪机词 宝逗 您背今 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哦 有很多同学都认识BOSS 然后后来才知道 对 好的好的 好打开吧 全能版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 全能 请翻译 请翻译啊 全能 All in one OK 全能翻All in one就可以了 您老师可以这样翻吗 All in one 这是一堆说明书的感觉 那我把 摩根 麦克风打开这里 让那个 你讲话 你好 他的声音在哪里 推上去 讲话 再大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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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哈啰 佩蓉是我的粉丝哦 好我们现在开始 开机 他这次给的包包呢 是什么皮呢 绝对不是真皮的 哦 是八颗 给了一颗电池 来 当然一台飞机哦 那是最基本款的 好 请先生把电池装上去 先生 来 麻烦您装电池 OK 电池他给一颗还两颗 两颗 原本两颗 那你又买 这人镜头很重哦 是是是是 是一个胃口很重的感觉 佩蓉包 里头有东西吗 有 有很多东西 哦 然后Spark 他的电池要先寄 我才能够 是 就是要充电 就是充电线 要充电线 然后 然后 这就是 嗯 电池板 又称之为 电池广交 是不是 是一种 可以充电的感觉 三颗呢 你以为 他一次充三颗吗 这个版本是哦 他有两种 一种是充了之后 再充 充了之后再充 这个运气很好 这是同步的 同步充 这家公司呢 看 对不对 真的是 差很多 遥控器好 遥控器这边 然后 Spark遥控器 然后在这边外出包 外出包呢 当然呢 你想放什么都行 它蛮窄的 就有失联盒 飞机跟遥控器 然后 再加个电池 然后现在 继续继续 可以用板子机哦 你會問有沒有付廠呢 這家公司呢 是靠電池在賺錢的 叫我們去拿個 那個漏舍膠帶 我這個海苔膠帶難看 好三個電池進去 透明膠帶 好啊 然後它的充電器這邊蠻特別 它會給USB公司 就是可以給手機充到這邊 對在那邊好了 等一下喔 你再講一次這個可以幹嘛 可以給手機充 好 好很好 OK好 然後我們這邊它會有這個 然後在充電板這邊會有些被插的地方 被插的地方 對 好我們插進去 好插下去囉 然後稍微它會呼吸再加上 所以等一下再加上去 好 插 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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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這個版本 可以三銅衝喔 對 因為今天早上有客人 裡面三銅衝 唉唷 給大家看著 多一顆共同 阿娘威 阿你的是 三分衝 一個結束 再一個再加上去 那個三分衝 接衝了 這是三銅衝 這三銅衝 喔 差多少 我跟你說 大概講解完之後 就十銅衝 四銅衝 四銅衝 就加非常的遠 四銅衝 再加四銅衝 十銅衝 四銅衝 就往上 好 好 那我先 放一個 好 好 然後這部分是遙控器 等一下喔 你那個 遙控器的部分 特別說明一下 它有一些 要注意的地方 遙控器的話 它在 第一個部分 就是它這邊是有 這個充電口 然後 上面功能鍵 這個暫停鍵 是指說你在使用 遙控功能的時候 如果出現狀況的時候 可以按快速的暫停 然後這邊會有個 Sport鍵 打過去就是S檔 S檔就是運動模式 速度會是最靈敏的 煞車最靈敏 那通常使用的話 都是兼用P檔 P檔模式 分間就是一些功能鍵 然後 因為我們默認是美國手 這邊 我們的左搖桿 這邊 往上推 是上升 往下推下降 往左 就是原地左迴旋 右就是原地右迴旋 好 然後這邊的 右邊的空桿 往上推就是往前加速 飛機往前加速 往後拉就是飛機往後推 然後按左邊就是左 左飛 右飛 好 然後天線的話 建議客戶把它打開 我們的用戶把它打開之後 朝後面 就是貼著主機 這樣訊號是最好的 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快捷的拍照鍵 然後 錄影 錄影鍵 拍照鍵 然後默認這邊的話 這邊按鍵 我記得是 跳出 一鍵短片那個功能的拍攝 它可以默認 也可以去自定義 然後這邊就是雲台上的上下 OK 那中間那個POSE鍵呢 POSE鍵就是打過去是S POSE 那個暫停鍵 紅色這裡 紅色 假設你在使用模式的時候 可能你在做手勢操作的時候 突然它不送空的時候 可以按下去緊急暫停 對 上次一個留言他說 就是說 智能模式 按下去變暫停智能 對 暫停智能 智能跟不智能呢 是怎麼樣 按下去它變智障是不是 應該就是停止 讓它立即停止在智能模式下的工作 智能有哪一些智能要讓大家知道 一鍵播放 然後三腳架模式 然後一鍵短片三腳架 然後電子 然後手勢操作 然後環繞跟隨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避障 大家注意喔 你避障打開 如果環境不對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避避避 然後一直往後退 然後如果後面沒有空間呢 就撞到後面 因為後面沒有避障 後面沒有避障 那我前面有 那個白痴在這裡 呵呵呵呵 我呢 不曉得 避障打開 那它要有幾米的空間 前面 在五米 五米空間 那我還對著它走 它就往後面撞 然後就傷痕累累 所以記得啦齁 你建議大家一開始把避障打開嗎 會建議 因為它這個台 要開了避障之後手勢操作 才能夠使用 如果關掉的話是沒有高級手勢操作的 那怕有一些用戶 會不曉得之後手伸到下面 它是並不會有偵測 不會停機的狀況怕會誤處大傷 一個原則 不要在家裡玩剛開始 一定要在空曠處 那BOSS呢就是 最假的假老 我幾乎空拍機都在室內先飛 那邊穿來穿去穿來穿去 那是不對的 你一定要在空曠處使用它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先拆護槳的部分 那全燈版的話比較特別 我記得上次BOSS開 有開一次全燈版的 另一個單買的護槳 好像是說是用上面扣下去 這次版本的話 全燈版我發現它拿到的版本 是比較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有點像螺旋扣進去的方式 我這樣再講補充一下 上次那個護槳是山寨版 好 了解 那這邊會看到一樣他們都會做一個防袋裝置 會有一個沒有黑色 就黑色跟白色 圈圈 好 會有一個白色圈圈跟黑色的 那可以看到這個護槳部分 這是黑色的 然後另外一款是白色的 OK 那一樣白色對白色 黑色對黑色 好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上來之後 它就一個選進來的意思 這樣子 然後扣下去 OK 這樣就完成了護槳 很安全 然後拆下來一樣 下來要消水小心 它會比較稍微緊一點 然後就旋轉下來 下來 就OK 好 那再來這是護槳的裝法 護槳裝下去呢 通常我的經驗會有一分鐘的飛行損失 甚至於更多 因為什麼 第一個 主力變大 第二個呢 重量變大 那一分鐘還是保守的呢 我估計呢 它原本是六分鐘 你不講裝上去的時候呢 風大可能會損失兩三分鐘 楊心慈 楊心慈 麻煩你到那個 DJI的那個官網去 把英文的那個部分叫出來 英文介紹的部分 那待會幫我們唸一段 那個 DJI的小 SPARK這架飛機的那個 英文介紹 麻煩你先去叫那邊的畫面 那待會好了之後再叫我們 好 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 等一下齁 你請後面那位手語的先生 繼續幫幫比手語 哈哈哈 OK 那我們剛剛就是 在這個講解時間 我們 Go機的先生 他也下載好 DJI Go Spark 那這邊就用後要注意一下 之前應該有使用過 OSMO版本的用戶 會是舊的APP 那新版的APP 他是for PCP Mafic Spark 或Inspire 2 這些機種所專用的APP 好 OK 那就是下載好之後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一個連線的動作 那遙控器部分 他們家的產品都是 短按一下再長按 就聽到一個叮叮的聲音 好 然後用戶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個遙控器要怎麼連線 那他的連線方法是做Wi-Fi的連接 好 Wi-Fi連接的話可以看到 翻到背面 這邊會看到Wi-Fi的 然後以及Password 好 那我們這一架的話我就不念出來了 那先生幫我看一下Wi-Fi就可以 然後先生是安卓手機嘛 對 那安卓手機等一下會走一個有線的方法給大家看 它會差別就是 原本是沒有直播平台 接了OTG線之後就會出現直播平台 就跟iPhone一樣功能 這邊再強加一點齁 有一些人說的大家不知道 你們都以為那個 安卓沒有直播功能 其實呢 突然間 瞧瞧的 安卓呢 直播 Spark呢 突然間就 有了 之前我用安卓呢 連線是不給直播的 現在可播了 待會示範給大家 好 那我這邊也要啟動飛機了 OK 那我們這邊先裝上電池 電池拆協有功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解 它會有兩個黑色按鈕 然後往前 OK 它會有兩個黑色按鈕 一邊 一邊 好 那我要稍微往前推 往前推 就可以順利的取向 OK 那飛機機上 假設今天我們用戶沒有用遙控器的時候 要怎麼跟飛機連線 我們可以使用家用手機 用WIFI的對頻方式去 以飛機連線 那密碼一樣會出現在機身上 或是在機盒 另一盒上面會有 好 那我們先裝上去 飛機前方一樣 短按一下 長按 就會聽到機子在有聲音出現 好 這邊我提示一件事 現在的起飛可能性比較低 不小心起飛的可能性比較低 但是呢 我們有客人的狀況是 他因為對他不熟悉 在握他的時候呢 在剛開始 我建議拆架 然後大家拆架 比較安全 對 比較安全 我等一下 我把 我接下來把聲音訊號再做一個 針動齁 我把聲音針動過來 請一下齁 好 好 現在聲音呢 再重新再做一個 調整 很沒禮貌啦 我知道 這拍在嘴巴 你怎麼知道齁 我們現在把聲音呢 調成 M M M 1 那我們就是讓大家知道 麥克風使用上的差異 差的 不要不要的嗎 並不是啦 就是告訴你說 用 哎呦這M1 好 M1 好繼續 我今天OK嗎 很OK啦 大家都很OK啦 沒問題 那拆架部分 一樣要注意就是 會有白色與無顏色的區分 然後它有點像就是 按下去 旋鈕的概念 旋開 起來 那怎麼裝進去 一樣 找一下這個圖案 找這個圖案 然後選白色對白色 就看到放帶 白色的 這個形狀把它放上去 壓下去 揮轉 就OK 那我們先謝獎 一個 我是一個朋友 因為第一次玩 不知道這個美港 真的要等你 那剛開始 我們先了解一下 它的操控性 怎麼開機 怎麼起飛 怎麼動 那在室內不適合 講拔掉 那有沒有 那種 在這個地方呢 玩著玩著飛起來呢 有 真的有 就 嚇死一堆人 啊 這個 所以 拆獎的部分呢 真的是初學者 一定要記得的一件事 OK 那這邊我們就是 打開我們的 操控器 然後可以加上手機 那這邊會看到 第一次啟動 要激活一下 Spark 激活一下Spark OK 下一步 然後飛行員 可以先生幫我取個名字 那之後 用戶是可以更改的 OK 飛機 我本身不贊成 在飛機上面貼名字 私底下 你在問我 好 不要在飛機上面貼名字 好 然後這邊就是 再下一步就是會到選擇 手持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 用戶是 老玩家會選擇 日本手 那美國手 就是直覺手 意思 你往上推就是往上 往下就往下 好 然後我們這邊就 繼續咯 好 繼續完 我們台灣看的是公字 KM 好 那就繼續 然後這邊新手模式 會建議用戶 極度要開 對 就是避免 勿觸起飛 它會保護你在沒有GPS環境下 是不能夠起飛的 好 然後就繼續 OK 然後這高級手勢模式 可以開 選擇啟動 這邊會教學 所有一些 使用的手勢之後 需要 注意的事項 但可能會打到手會留下來 然後要記得裝護獎 然後一些 一鍵返航的功能 要怎麼使用 對 要去特別注意 然後我們閱讀完畢就缺了 好 然後高級開 然後繼續 這邊就是一些 因為有時候 內地的話會蠻限定 那個 飛航的問題 所以它這邊都會統一有 公司 不是要啟動 他們就啟動了 然後 我沒有 沒關係我這邊幫你接一下 對 它現在不是要用Mi-Fi跟它嗎 對 它現在是 是 比較特別一點 是要有手機的 這回去跟你們老闆講 很重要 他都有建議我 對 之前你們沒看到 剛剛 剛剛檢驗完畢的 然後 這邊的連線是告訴 DJI那邊 你的帳戶要啟動 好 可惜一下 啟動回來再跟他 啟動回來 激火成功 大家有沒有看到 激火成功 好 然後我們就是 飛行類比 是一個蠻特別的 操作功能 它可以讓你模擬 飛機 你的手機會出現模擬器 你就可以去做旗飛去操作 就是試玩的意思 好 然後 這邊就是我們就先 欸 試玩給我看好不好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們開飛 飛行類比 我進去App 這邊的 就不多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 我們都推廣的是公司貨 保障 用戶才有保障 那 這邊 他是告訴你說可以加購 那其實在台灣有問題 送回到原廠的部分 他就幫你處理售後服務的問題 那我們就調過就好 然後我們要怎麼看到 那個 接換母線設定確定 因為現在遙控器這邊 有 出現連線 要怎麼看 又沒了 代表說我跟遙控器這邊斷訊 然後遙控器就發現紅色的 紅色的點 就是斷訊的意思 好 紅色 那要就回去遙控器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要挑回 手機的設定的WiFi這邊 我們要找一下 Spark RC 這邊 用戶可以看到Spark RC就出來了 然後連線 那他蠻方便 他只要輸入過SD密碼之後 這次手機就會記得了 好 然後我們就是確定 OK 這邊就可以看到 遙控器出現 然後會變成藍色的 代表說可以開始飛行 OK 然後這邊要給他檢測一下 他會讀取當前的那個設備訊息 OK 然後我們在要怎麼開 飛行的那個模擬 在學院裡面 會有個飛行類比 OK 然後點進入 然後飛行 我也連接到飛行器 不管進行 飛行 沒關係 我們就先開始飛行 連接到了 新手模式你們剛剛有啟用 他最主要都是在沒有GPS環境下 是不能夠起飛的 那就可以保護用戶不要誤觸 那就可以保護用戶不要誤觸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確定 然後回去這邊 然後回去這邊 學院 好 這邊有沒有就出現了 他會開始教程說這些功能是什麼 OK 然後就點點點點點 然後我們現在都會一一做到介紹 然後這邊稍待他一下就會跳出來模擬 主持 起飛 再大成一點齁 好 準備起飛 那我這邊就是按起飛嘛 那遙控器這邊會有一個 半圓形然後往上的箭頭 點下去 滑過去 你就看到這個飛機 選擇機動到擠 可以起來 呃 我玩的經驗是這樣 有點感覺 但有玩跟沒玩一樣 但是 最起碼 操作手勢 你每天上大號的時候 弄哈格一下 你才不會在 反向的時候 記得齁 你才不會反向的時候 然後齁 錯亂 很多失誤 都是鏡頭看自己的時候 剛好相反 那個時候最危險 對對對 尤其是對新手 這個東西幫助很大 OK 好 繼續操作 那我們就回到 你看我已經被他在天空上 在講話這段時間 然後再下降 然後再下降 他以為通知你說要下降 我忘記一點齁 好 如果我沒有買Spark 我可以玩這個東西嗎 有買Spark 理論上應該可以 沒有 可是 你就是經過激活程序之後 才能夠玩到這個軟體嗎 激活 對啊 應該是 他要連線到最後一機 所以呢 沒有買可不可以玩呢 不行 你聽懂我在問什麼 不行 這就是 蛤 那 我的粉絲現在小孩子太多了 要不然我這髒話就下雨了 那我們就稍微演示到這邊 OK 那我們回去到 對戰後面 然後 我們就一樣回去開始分享 好 那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這個界面 連進來之後就可以 用後面看到發現 這是招配模式 好 那切換這邊 就會出現錄影模式 好 而且他的App最強大的部分是 如果我現在沒有機卡的狀態下 他其實是可以幫你留檔案的 但是檔案部分會是720D 好 那就是直接點下去就好 他問你說要不要同意還存 OK 確定 這邊就開始錄了 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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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大概錄了兩到三秒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檔案在哪邊回看呢 我們按DJI 回到前面這邊 點了播放器 好 我們今天錄的影像就出現了 好 這邊暫停一下 呃 如果我是情治機關 那麼 又是兩岸失誤的單位 那麼 我買了這架飛機呢 在辦公室呢 齁 聊天開會呢 然後呢 也順便按錄影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側錄了 喔 他就側錄了 所以對阿應該看得到我們的東西喔 欸他其實有一條罰條是 有權 就授權於他們可以 看用戶的資料 公家機關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他 有資安問題 етров 你如果 你如果 在家裏錄一些 炒炒飯啊 我跟妳講 他看得到的 只要妳連賬 acquired 他看得到的 那你如果是軍方單位有試射敏感的 他是可以看得到你所拍的東西的 請各位在這方面務必小心 好,接下去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界面 OK,那這邊是一個地圖 然後蠻特別的是點下去之後 它可以切換變成交換 地圖跟螢幕上做交換 OK,回來了 然後三個點打開這邊就是一些後台功能了 飛機,第一個是我們的飛機選項 OK,那因為我們開了新手模式之後 限定飛行高度會是在30ft 大概10層樓左右 那當我們解除掉了新手模式的話 他會通知你說確定是要解除 那我們按下確定 稍微介紹一下 你就會看到線高就是解線了 你可以自己定義說要飛多高 那它的垂直高度都是500 對,500 然後直線的話這台是2公里 指的是垂直與直線 高度500 水平距離直線2公里 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2公里呢,我講一件事情給大家聽 2公里,只有2公里 你在飛的時候 飛著飛著飛著 然後呢 你往左邊走 剛好一座建築物在前面 把你跟飛機擋住了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他會回來 斷訊了 他會回到出發點 是不是這樣子 對,在GPS訂閱一下 那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去撞101 因為他在繞101 因為他在繞101 繞著繞著是不是 他會變成 飛機在這裡 101在這裡 我在這裡 這個時候呢 斷訊 要實施什麼 反行 懂了吧 那也就是說 你在玩這個的時候呢 務必在直線距離 跟障礙物之間 要注意這個麻煩 啊我們是 都撞過啦 都遇到過這種阻隔之後 然後自反 撞下 擠就沒了 那麼就麻煩啊 帶小朋友 帶小朋友來看看我們喔 我們就把飛機叫喊給你 很好解決的 來,繼續 好 那大概就是限公 我們先把信送模式開回來 OK 然後返航高度也可以設計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高低設定 好 然後這邊是比較重要的避障功能 它會有一個 前視覺避障 飛機 大片這邊就是 手勢 它會從這邊盡測 然後裡面也有那種 前面看測器 然後在他的屁股下方 也會有下降的眼睛 跟一些距離 對 這邊 去測 測量 OK 這邊停一下 你如果呢 要黏 VR 360 任何VR的攝影機 要黏上去 千萬別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千萬別擋到 對 它會一直不能下降 或者是說一直焦 那現在可以飛上去的呢 是 Insta 360 其他呢 太大了 那 我要講快點 因為飛機快沒電了 那說要快沒電的話 怎麼痛看呢 就在這裡 我這邊 近一點 在這邊大家會看到一個橫條 那 通常用戶都會忘記說 出發時是順風 回來的時候是逆風 就預留電量不夠 就發現會最害 或者是中途就最急 沒電最急 所以都會建議 極意建議客戶 就是留一半多粒的電量 就趕快注意讓它回來 對不然有時候你可能出去很快 發現回來的時候 欸怎麼會很慢 就是因為逆風的問題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顯示電量 起飛之後 這邊就會顯示說 返航剩下多少時間 或是可以飛的時間是多少 OK 然後這邊點下去會看到三缸符號 點下去 就會出現自定義 你可以手動 調那個飛機的Shotter 或 ISO 對 好的 那三個點 感測講完 遙控器部分 遙控器部分 最主要是對平 然後跟就是我剛剛有介紹到 可以去定義說 你的按鍵 對 指定是什麼 那依應用戶習慣之後 可以去自定義 去定義 好 然後可以做對平動作 假設你今天一直對不上的時候 它其實在前面也會有教學 然後Wi-Fi就是頻段 是打5點 RG的 然後下面可以去做選擇頻段 假設這邊真的有關擾的話 可以去做切換 那每次切換都要重啟自定體 好的 這邊是很棒的介面 就是可以顯示電量 OK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電池 是零訊 或者是完全沒有使用過的 今天才啟動 然後跟一些 分別它的詳細電流電壓溫度 我們的工作 滿螢幕了然的 在這邊是相機 滿重要的一個功能 是雲台 假設你今天拍一拍的時候 突然水瓶外掉 可以做微調跟調整 FPU的話 是給戴Goggles的時候使用 就是會經過那種飛航模式 然後在這邊的話 是雲台跟水 但你飛行的大家會稍微微有體感 跟著搖桿去做動作 好 然後最重要三個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現在是 目前是沒有直播平台出現的 那等一下會教大家 怎麼讓直播平台出現 那這邊也是一些 一些詳細的功能 OK 然後大家稍微顧目一下 好 那最主要這些功能都介紹完了 那就是剛剛我們有模擬過的 一鍵起飛 它啟動下去都飛 從地面啦 起飛大概是一個 6到7歲的小朋友高度 1.2米左右 就大概我們如果 我的試驗大概在這邊 對 那就可以一鍵起飛 或者是去做搖桿 的操控 OK 那目前是無法起飛的 因為我們開新手模式 它會保障 然後再來 起飛功能打開之後 這邊就是智能模式 OK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假設你現在智能模式下 在這些模式下 有操作障礙的時候 可以選擇這個暫停鍵 大家看到暫停鍵去聽 譬如說什麼時候要暫停 你可能在跟隨 你可能在這個智能跟隨的當下 有沒有 就跟一跟跟一跟 它突然跑掉了 或者是前面有一個電線桿 你發現的時候 就趕快可以用這個 趕快叫它停止 不然有時候用戶可能把它放在口袋面 來不及按它外面的叉叉的時候 就會發生意外 你可能飛機去撞到電線桿啊 或是有可能飛機撞到路人 之類的狀況發生 好 好 那就是這邊的功能要延遲的話 都是要起飛的狀態下 OK 那稍微介紹 蠻特別的是三角架模式 它可以方便我們去運 運進 它開下去之後 它飛機會變得非常穩定 然後你油門吹到底的時候 它會大概是 慢慢的移動 然後去拍那種水平啊 或者是要做那種大量 大量式的運進的時候 我覺得很漂亮 好的 那大概是以上這一些 這三個 這智能模式都講完了嗎 還有幾個沒有講 智能模式 一鍵短片的話 我就是可以定義 可以定義它 你要選擇是哪些 變形漸遠 或者越飛越高 大概這幾個模式 對 然後在智能根據 剛剛有提到說 它會點下去之後 框選人物 或是目標 按GO之後 你可以選擇 它是 追著你走 或是在你側邊這樣平行飛 那意外最常的時候 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對 因為你不知道旁邊 側面會是電線桿 或是樹 除非你飛的高度比較高 那才有可能避掉 那通常都因為都會平視 那我們身為周章物就是電線桿 或是甚至有時候是冷的時候 會更危險 那 這個就要特別注意 然後它點下去有環繞功能 可以做環繞 環繞這個是最危險的 譬如說 繞著你 那麼你小孩在旁邊 它的軌跡有可能就給它撕下來 對 或者繞著你的小孩 那它的軌跡呢 它在繞圈圈嘛 你就換你給它撕下來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要補充一下 假設這是物體 如果物體在移動的時候 這個環繞是會跟著做的 所以都要計算好說 假設今天都是拍 部外活動好了 那你在移動的軸跡當下 它的半徑會不會去達到這個半徑裡面的人 而且通常這種環繞的時候 都是在比較平視或是45度角的部分 然後那個高度其實都是一個餐廊 或是一個小朋友高度 那要特別注意 好 然後點子飛行 我記得是 定義GPS定位啦 我怕我講錯 因為這個功能真的比較少去使用到 我記得是定義那個GPS定位 然後去做指定飛行的位置 OK 對 接著電子飛行這樣 然後賽教剛剛也介紹過 然後手勢飛行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會有在飛機前面的話 這樣演示一下 這是飛機的Sensor 手 一個掌心 對著它 它前臂會亮綠燈 亮綠燈 就是代表OK 它就會跟著你往前推 它就往後飛 往後拉就往後拉 OK 然後呢 一個是手不降落 手放到下面 然後就會降落 穩定的降落 好 然後還有對著它兩隻手這樣子 搖一搖 它就會退到大概後面3到4米的位置 拜拜 然後怎麼加回來 就是這樣 手再打它回來 OK 就OK 然後還有一個是框框架 對著這個Sensor做框框架 等到前臂快速閃爍紅燈的時候 就是台上去 就可以比個動作 一夜也不半夜下來 好 它也可以在手上起飛 那就是定義好 這樣子 它就可以起兩下吧 嗯 對 再閃燈 然後就是 一點忘記 滴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 做掌上起飛 它現在是不能動的 現在是新手模式 我現在我現在一丟就雜雞 它不會雜雞啦 它就是一隻轉不停而已 對 好 把它開開成可以啟動的模式 讓它啟動一下 嗯 快一快一 新手模式關掉 來 剩幾趟 剩...剩不到 那個... 環飛機是這樣齁 嗯... 先關掉 它的安全室呢 是絕對絕對 明駕於... 各位的娛樂 千萬記得 所以呢 安全優先 再來考慮 你的飛行 好嗎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在撐嗎 有 有 好 3個了 現在的那個收音呢 是M1 那麼聲音比較雜的原因 齁 它是因為是一個指向性的齁 它的環境音還是會在 如果不喜歡環境音的感覺呢 我們三個人呢 都要配這隻660 就搞定了 那如果你要玩短針的話 一定要用電台 這個飛機呢 我每次看 他們做的那個說明啊 那說明書我幾乎看不懂 齁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小朋友 綠燈 最後呢 讓人家教最好 綠燈就是連線上 等一下齁 再開一下 綠燈就是連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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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有的空氣電量 好 繼續 這次飛機呢,設定搞得蠻複雜的 並不是說拿了就會用得很好 都還是要有人教,不然呢,危險蠻多的喔 剛剛這樣一下就充到90喔?是的 Oh my god 所以我才說,講解完快到木的時候,電池就可以充好了 這是一種爽爽飛的感覺 那這邊可以看到,他都會通知用戶說無GPS,緊身旗飛之類的方面 那我現在就是操作內斑,走下壓 基本的旗飛 往外斑,往下壓 往外斑,引擎 沒有 秒數不錯 有,往下斑 很危險的齁 當你失控 有時拉不到它 或者它呈現一個瘋狂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讓它死 好,自殺式 緊急操作 因為它多了這個搞法 自殺式,緊急操作 啟動 往內,往下壓 好,我現在飛機失控了齁 你只能堵了齁 不能讓它失控下去 我愛搖 它就掉下來了 我愛搖 我愛搖 可是你剛剛停機耶 停機 我怕它是這架沒有設備 然後你是轉一轉轉一轉 這架沒有 回報這架沒有那個功能 不能空中停機 沒有強制服 對 這個三個點 的飛機裡面是 應該是平衡 抱歉齁,我們再確認清楚 因為強制停機呢 這對於一個空拍機來講 非常的重要齁 我們個人認為就是說 一旦遇到的時候 我要把它甩掉 我也不要它碰到人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但是 再講幾個原則齁 它是少數空拍機齁 碰到人 碰到牆 會停槳 那麼 我曾經就是 敢賣它的原因是 我就是 飛去撞 它真的停下來 還有 它的角度過大的時候呢 它就 shut down 就掉下來了 那另外一台呢 叫Mavic 你拿寶特瓶砸它 你拿那個 書包丟它 它下來了 就又飛起來了 它去撞樹 它照樣掉到地上 又起來 其實兩種不同的概念 這安全 OK 選擇還是對的 所以Mavic 所以Mavic 才會有一個外霸 去停機的動作 有自殺的 對 Mavic 有自殺啦 這一攤邊有自殺 它可能是整個在上 就是COS剛才有提到的 它是撞到人 就會自動停降 對 那我們剛剛有演示過起飛的動作 你也可以選擇在這裡按下去 滑過去 就會 飛到1.2 再加速 那 夏天的時候呢 呃 不要做一件事 拿來當電風站 我燒掉馬達 我就拿來吹吹好爽 吹整顆電池 馬達燒掉 呵呵呵 不要玩那麼賤的事 真的 其他的要注意的就是一個原則 它是2公里沒錯 但是呢 請你用4具飛機 飛個10幾顆電池之後 想遠再遠 但如果不要遠 就盡量不要 那是真的在飛爽的 是說是飛機在爽 不是你在爽 那飛那麼遠要幹嘛呢 你有幾個目的 你在挑戰科技嘛 人家的科技就坐在那裡 飛那麼遠其實還好 那如果你喜歡那種很長很漂亮的海岸線 飛那麼遠那是支持的 盡量海岸線你就盡量遠 不回來再過來就行了 3 你盡量遠 在城市裡頭 拜託不要不要不要 在城市裡頭 你能夠不要飛就不要飛 連我們 當然啦 我是酒駕啦 對 我是喝酒在玩它 然後撞人家的床子 那如果撞到資人怎麼辦 我是喝酒酒駕 開飛機 那這個事情是這樣 你能夠玩它 那是一種樂趣 但是 大前提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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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呢 最後呢 壓軸來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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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齁 你玩到沒電 這個拿掉 你的手機可以拿掉 你會玩到沒電 剩五趴的時候呢 告訴大家 你可以做一件事 來 你剩下五趴的時候呢 你的手機呢 搭配它 就升級成 穩定器啦 然後搭配 然後搭配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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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搭配 很好 各位觀眾 當你玩到沒電的時候 拍家人出去玩 還有呢 空拍機不能飛的時候呢 你照樣空拍的好嗎 那為什麼 要裝下面這個裝置呢 這個裝置呢 最主要是 讓你能夠 你叫楊青石準備一下 他要念那個 英文介紹了 先生看好 你這樣拿著的時候 兩個他在第一 看著麥克風這個 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他就裝窗號電盤 都少了 這裡可以監看 這裡可以監看 那個 補養雲團在哪裡 我現在是接 搖把花 會失去那個功能 如果 單手機接就可以了 好 單手機接的時候呢 注意一點 你只要 這樣子 這樣子 雲台就向下 這樣子 雲台就向上了 大致上就是 告訴大家說 你買了 一個 Spark 等於 買了 一台 Osmo X3 你不要不信喔 Osmo X3呢 錄影只能錄 四十分鐘 一顆電池喔 這個可以錄一小時十五分 然後畫質呢 還不賴啦 真的還不賴 我有一次晚上在玩的 齁 高興的不要不要的 欸對 三立菜 完店 完到沒店呢 就把它變成三小模式 跟大家定義一下齁 你們的小呢 是空拍的模式 或是呢 是三軸 簡稱為三小模式 三小模式呢 可以直播 家裡聚會 要播給大家看 這邊按一下 你就可以一直直播 而且穩穩的播 我們那一天 全公司人在下面吃烤肉 播的不要不要的 很清晰 直播錄影都OK的 好謝謝大家 今天Spark的小呢 齊薇 謝謝 先生貴姓 劉 劉先生 也謝謝你齁 參加我們今天的這個 Spark 線上教學 待會我們注音代表呢 先給先生拿一下 然後待會把線標一標 因為這個不是那麼好調 把線標一標 下次你就折到那個位置之後 它就平衡了 OK 叉個話 來收 OTG現場 跟大家報告齁 跟我們買Spark 你一旦飛機呢 因為不熟悉呢 往生了 飛機往生了 那麼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的單機呢 會給予適當的補貼 第二個呢 你的Spark呢 全能版 在飛行的過程當中呢 發現圖傳不穩定 不穩不穩的 來找我們 我們讓它穩穩的 第二個呢 你的安卓搭配了Spark 不能夠什麼直播 Facebook YouTube 不能Facebook YouTube直播的 甚至RT&P直播 RT&P直播都不行的 請來找我們 我們會讓你的安卓手機呢 直播的不要不要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注音代表呢 為大家用英文呢 跟大家介紹一段 這個有關於這個 這個DJI呢 這個產品呢 的一個外語說明 我們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理解我們國際化的決心嗎 是的 是理解我們國際化決心的一種感覺 那現場的聲音呢 有點熱鬧 沒有關係的 這個人嘴 行翁 人嘴 行翁 來 抱歉 嗨 聽得到嗎 你好 聽得到你的聲音 英國天氣冷嗎 好 好 現在摩尼你在英國 因為你現在是回來實習嘛 現在是回來實習 現在你會到英國呢 幫我們服務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介紹一下那個 DJI剛剛的那個飛機的英文 好 請說 好 好 請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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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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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with the feature of quick launch that it can allow you to the spark can lift off with your gesture and it can recognize your face and follow and track the moving object 可以了 声音的部分我们再继续克服 因为这是一个测试连线的感觉 可以将全世界的客人直播进来 那么也可以做 这已经是视讯会议等级了 因为视讯会议如果做到这样的费用不低 而且我们还可以多联播 好明天呢 我们再把香港跟日本那边的客人呢 想办法串一下 把各个的 呃 诶 诶 再做这个研究 那再将研究的成果测试给大家 那也希望各位呢 用你的心用你的干用的肺来对待我 不要没心没肝没肺 开玩笑 测试声音 好 现在工程报告 现在所使用的呢 是 Emity你也顺便仔细听 你那边声音听得清楚吗 很清楚 需要用导播软体吗 还是就 这样就直接可以听得到 这样 我是听从软体听的 不是从Live 不是从你的Hasput听的 那我们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我们软体给你之后呢 我们那边呢 又帮你设了一个导播软体 那你听我讲哦 你那个导播软体呢 你还可以在英国当导播 直接帮我们tack tack我们所有的画面 也就是说我现场这边所有的界面呢 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掌握住 那我把那个画面给你看一下 好 你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就是整个system 在左下角的地方 左边的地方 嗯 那这个system呢 猛猛厉害的地方有几项 大概就是说 第一个他 性能呢 应该就是说 他是第二名 他是第二名的产品 那第二名的意思 你应该要问一下 那第一名是什么呢 第二名 好 我再重来一次 这是live streaming studio 是世界上排名第二 个人给他的排名 排名第二的软体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呢 我还在找 还没有出现 我还不知道第一名在哪里 所以我给live streaming studio 第二名的评价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他是最好用的 而且 你会用OBS那些 我都不反对 但是呢 会有一种浪费生命的感觉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都用OBS的话 你都 都在处理问题 因为OBS 会制造问题给你 那制造问题给你呢 你就要处理问题 你搞直播 是要搞内容 又不是在那边搞飞机 对不对 搞得不要不要的 多累人 大致上是这个感觉 那最后要收播了 那Emity 对于这个直播的时候呢 你听到我这边的声音的清楚吗 非常清楚 你认为这个科技 将来有值得发展的必要吗 有 还蛮方便 蛮方便 蛮方便 而且很即时 很即时 也就是说呢 呃 希望那个 大家 能够协同作战 那BOSS呢 Emity 你也听过我的理念 BOSS呢 不断的在找台湾的产品 希望呢 让台湾的产品呢 厉害的 不要不要的 一个一个被我们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萌萌的呢 再把它组合成一个系统 以后呢 大家就把盒子一打开 那边叉叉 那边叉叉 电一下送下去 然后设定 开拨 从头到尾 我希望都是用台湾的东西 让台湾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产品呢 厉害的 不要不要的 这个理念呢 正在发酵 正在努力中 但是真的有困难 因为台湾的很多行业都已经断练了 好 我从最微小的东西 这支麦克风让我给找到了 这支麦克风呢 是人家割据在用的 结果呢 人家没有卖台湾 人家卖欧美 都给他们那个 租认公司 灯光音响租认公司 做租认用 台湾呢 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却 买不到 因为他们外销 后来这个老板呢 一直听到BOSS的理念 一直在讲说 我们需要把台湾的产品 发扬光大 把这个好东西交给了BOSS 那么 这个叫660 这就是一个开端 再来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镜头呢 BOSS去抵较了很多的摄影机 最后才找到的这个定案了 这个我称之为台湾MIFO 这个为什么叫台湾MIFO呢 它虽然呢 呃 现在论起来有点卡卡的 但是呢 他们已经在承诺 在修正程式 希望能够修得像MIFO一样 Smooth 滑滑 顺顺的 好 这个又是一个感觉 那 这叫CAM340 甘先生 听哈 这个CAM340 三年加两年保固 你看台湾人做生意多有价值 它居然一个电子的东西 它敢给你保固五年 我跟你讲 放到 受潮都坏了 它还给你保固五年吗 很多电子产品因为有受潮 自然毁损的问题 没有电子产品不会坏的 可是台湾这家公司呢 狠狠猛猛的居然给你做到了五年保固 而且东西呢 不会贵 比日本的便宜非常的多 但是画质我肯定好很多 这是BOSS在这个 这段期间 不断的在跟这些公司 这些伟大的公司 一起努力 那么 他们也很帮忙 那 最近呢 比较 注意的事情是 很多外国的公司呢 它跟我们联系 希望我们能够跟它合作一些产品 但是呢 我们都要求人家说中文 这会造成什么样 有一些就 音讯就全断了 我们要求人家说中文跟我们谈 那这样子对还不对呢 你觉得 我们要求 要谈你跟我用中文谈 应该要翻译 应该要翻译喔 杨坚持 BOSS做生意做了那么多年了 这辈子呢 都是我在请翻译 跟日本人谈 都是我在请翻译 跟外国人在做生意的 那今天 我们难道我们华人 没有办法有一个强度说 要跟我做生意 麻烦你用中文 这样对还不对 我觉得这还不是蛮有骨气的 对 也就是说呢 我动不动 在我的YouTube那边 我就是留言说 人家用英文问我嘛 我就是回他说 Speaking Chinese Please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是可以 只是可能就会少一个生意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 中文对外国人来讲也蛮难学的 对 我再讲一个例子 有个波兰的朋友 那个早年我跟他联络 我就是用了这个方式 结果 他来了台湾了 嗯 我不跟他用英文沟通啊 甚至于我连用Google翻译 我都不愿意 最后是他呢 用Google翻中文来跟我联络 最后他来台湾 从波兰 那我有一些作品呢 在波兰呢 登上他们的那个媒体版面 然后呢 那一个影片呢 是在讲台湾的一些画面 那个影片呢 浏览量大增 在波兰 那因此引起这个朋友的注意 这个朋友呢 来问我们东西 你说的也是啦 可能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会造成一件事情 这笔生意可能就掉了 那你如果一直可惜 一直可惜 那咱们华人做生意呢 永远这辈子都要向人家低头 为什么不改变他呢 要跟我做生意 要跟我华人做生意 请你说中 那虽然呢 有争执啦 但是呢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 如果我们的强度够 要跟我做生意 请跟我说中文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觉得呢 可以啊 对 假以时日 希望这一天会到来 好啦 爱用台湾的产品 支持台湾的产品 请你注意 你就是在支持你的下一代 也就是在支持你的未来 Verve Ultra 30 Verve Ultra 30 我们的采购 不小心手滑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个厉害的东西 可以直播4K Slow Motion 超强大的功能 而且画质呢 功能呢 收音呢 完全零驾GoPro 只是输在哪里 输在品牌 运动相机的品牌 还是GoPro 是第一 但是功能品质呢 我可以告诉你 Verve Ultra 30 全部在台湾制造的 它才叫No.1 OK 所以呢 这就是BOSS在对待台湾的产品 不断的去用它 当然啦 被我淘汰掉的台湾产品更多 被我淘汰掉的台湾产品 应该这样讲啦 我甚至于不愿意拿出来说它是台湾做的 然后来介绍它 有很多这种东西 因此我们很认真的在看待台湾的东西 是超乎它们原本设计者 跟制造者的理念 去运用它 然后呢 找出它的一个特色 还有运用方向 最后让它呢 全功能的 展现在这个消费者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精神 所以怪技师呢 就一直在 这些台湾制造的产品当中 不断的去发掘它的价值 这样理解我的明白吗 有同步差吗 你要讲话 有明白 你必须要回复 因为我们都在做这个工程资讯 就是说 我们下来之后 第一个要看档案 第二个看秒差 时间发生的秒差 第三个呢 再来旁边有一个人在计算 头第一次 delay的秒 中间第二次delay的秒 最后要收播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做一次 然后这几个计算下来之后呢 再来把档案的总量 一小时的档案总量 跟一个半小时的档案总量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记录 那好 让我们将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些在运作上的一个数据 7点25分 打扰大家很久 谢谢大家 Amiti在线上的协助 好 在这边 希望我们的直播呢 能够说到一个国际化吗 当然我希望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业是你适合的 你语言的天分又够 希望能够过来练练 那么 如果对于夜运记展 是有帮助的 不管任何语言喔 我们可以合作看看 你告诉我费用 我们给你舞台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呢 直播的 不要不要的 直播到全世界去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啦 介绍咱们台湾呢 诶你刚从英国过来 那边是英国现场 将来的英国现场 好 现在进来 这位小炫炫呢 是我们公司的飞行手 那也是交飞机的高手 那么飞机呢 12345 我们加入5个人在交飞机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不要客气 同时他也是文定器的高手 如果有需要 请你不要客气 同时他也是拍片的高手 如果需要 请你也不要客气 这就是我们怪机师 用专业人员当店员 专业的不要不要的 公主生 他是公主生 他是公主生 可是你的待遇 很好 非常好 我们不会把他当公主生在看待 他领人啊 比我们这些老头还多 哈哈哈哈 这就是态度 我会觉得啦 今天出来工作 不是身份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你有什么骗人 我想问一下 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 你对这个 来给我 来给我 所以 因为那个我亲出来 好的好的 各位各位 你看Boss 工作有多细腻吗 你们白日理万机 我们如董 来问我说 这要怎样 哈哈哈哈 因为我有工具 这些小工具 我就用不到 这大家都知道了 Boss操作呢 巨细迷 拿来送啦 对啊 六脚板手免费送 有需要的朋友呢 不要客气 六脚板手免费送 多少个小盒子 不用你 在那个影音机旁边 那个盒子 以后这种工具 都放过去 好 那最后呢 一个小时的工程资料呢 是一个小时11分 那现在使用的这个 频宽3.53M 使用中华电信的 那个 不接网络 那 这个 第二现场呢 所使用的是 往外另外一个 网络 频宽 把它拉进来 也就是说 你在全世界 任何地方 只要你有网络 都可以跟我们 进行同步直播 哦 厉不厉害呢 掌声鼓鼓鼓鼓鼓 接下来呢 还有一大堆 某某的黑科技呢 我们在这边 运用会交给大家 如果 你有台湾的产品 如果 你有厉害的东西 如果 跟我们有关系 请不要客气 给我机会 让我帮你用心用肝用肺测试看看 如果 它真的可行 我可以告诉你 台湾 一年 会 一年 会 会需要的量 我基本上是可以 估得出来的 好 十八香送完毕 谢谢大家 请大家演练 谢谢大家 参加抽主讲 塞托拉 英国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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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英国枪吗 没有 台湾之光 660耳麦 CAM340 支持BOSS 来快去佛姓 对对对 潘伯隆的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 然后 OK Conference Emity 她打video Conference 什么意思 就是视讯会议啊 是是 Conference 你发音给我听 Conference 哈 Conference Conference 对 对 那个 我们Emity的那个英文呢 到了台湾之后呢 她讲的英文呢 我们都觉得她乖象乖掉了 原来那才教是正确的 我们她那个发音呢 有一种 Changlish 或 Changlish 非常的严重 Changlish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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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